下一題 抽水馬達10秒鐘降100公斤 抽高5公尺公益多少 剛才基本上都是動能變化 這是什麼變化? 胃能變化 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力量跟胃影 但是你有胃能變化 所以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改變 可以根據能量改變來算作做工 所以P等WD1 抽高5公尺增加胃能 胃能公式MGH 正確寫MGH 高度改變 所以算算算算 檔案呢 有490瓦 剛才是停下來怎麼樣怎麼樣是動能變化 剛才有力量有位移 所以可以用力量成位移求錯工 這裡面呢是未能變化 這裡面沒有力量沒有位移 可是有位能變化 所以可以用能量變化求錯工 就這樣子而已 讓你了解我們前面跟你講過的 錯工的算法有兩種 一個是根據結果 結果叫做能量改變 一個根據過程 過程是力量成位移 兩個要互相平行 這其實前面都教過都講過 這個抽水機 五一立方公尺 這邊有個問題 我需要質量 你記得一立方公尺的水多重嗎 這個我當初要你背過 當初八年只要你背過 密度 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每立方公尺幾公斤 我當初要你背過 如果你有背就直接做了 不然你就慢慢換算 然後呢 抽到三個公尺 公益多少 公益多少 一樣 沒有力量 沒有明顯的力量 其實是有啦 因為就這麼重 要往上提就這麼大力 但是沒有明顯的告訴你力量 但是你可以明顯的知道有一個未能變化 請問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多少 好 我們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5 10號 10號 可愛小女生 4大人 2 B 請坐 做功 做功處理時間 要功率 做功的結果是能量變化 這裡是未能變化 未能就是mgh delta1 mgh 正確地寫mgdeltah 往裡面帶 blahblahblah blahblah 還有一個事情 分鐘要化成 秒鐘 5分鐘要化成300秒 然後就是數學 小學就為了數學 算出來980瓦 解決 OK嗎 OK 好 下一題 這是我們講過唯一的議題 有兩個能量變化 抽水機 抽上來 未能變化 噴出去 動能變化 所以它有兩個能量變化 抽上來是未能改變 噴出去是 動能改變 一樣 反正做功的結果就是能量變化 然後就可以知道 變化有多少 做功有多少 再處理時間 OK 對不對 瓦特 OK 這是歷史上 有史以來到現在為止 從開始 考聯考啊 我能夠記得的 那考聯考 民國70幾年 到現在 104年了 唯一的議題 同時有動能改變 跟 未能改變 其他的可能都是 只有動能變化 或是只有 未能變化 是唯一的議題 同時有動能變化跟 未能變化 多少咧 第二題 一 能量變化 就是做功 停車戰界混 多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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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帥哥男吧 帥哥男是誰啊 帥哥男是 36 你選豬喔 請說 你答案選豬喔 你選豬喔 你答案選豬喔 你答案選豬喔 做功除以時間 就功率 做功能量改變 這裡有兩個改變 動能改變跟 未能改變 所以 調查一 前半 動能改變是 二分之一 mv平方 應該是 沒動能減出動能 可以 可以不用管出動能 因為出動是零嘛 靜止所以零就可以 沒有減沒差 然後 還有一個是高度 delta h mgdelta h 好 所以就往裡面帶 前面一半叫做 未能 600乘908乘20是未能 後面一半是 二分之一mv平方 正確的寫是 二分之一乘600乘20的平方 要減零 變化 後面減 前面要減零 因為減零我就不減了 我就不減了 但事實上 正確的寫是要減零 動能的改變變化 OK 然後呢 就是算出能量變化 除以時間 只要換成秒鐘 然後又是數學 不會算了 不要問我 回去問小天老師 答案叫做 3960 所以答案3960 這又是 答案 好 這又是一樣 所以這三題 就是要你知道 原來 能量變化就是我的做工 然後再拿做工 量成位移 兩個要互相平行 可以嗎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行練習